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呢 他上個禮拜呢 因為他自己這個有領18% 結果又在那邊批18% 好了後來呢被爆料了 這個政治風暴啊 國民黨要蔡英文道歉 不過呢身為過去老長官的李登輝 認為沒必要 他說這些都是政治度的問題了 那麼今天接見台灣高球小天后 曾雅尼的時候 兩個人就閒聊啊 談到了打球的經驗 李登輝還自誇是資深球員哦 你打球怎麼打球呢 幾年了 十六年了 十六年比我還低了 我打球四十年了 以資深球員的身份 前總統李登輝 宴請高球小天后曾雅尼 兩人一見面 就是一陣鮮話家常 講好 今天你有機會 要來找我 謝謝 謝謝 這個哦 哦 不得了 這四個冠軍的 這四個冠軍的啦 還有一個沒有 要不進來 談體育盛事 也談政治 對民進黨主席 蔡英文 深陷18%風暴 李登輝選擇力挺 這四個冠軍的 不必是要回去 沒有 不必 這個借助 借助 他有機會 他也有課程 公安會 有做過 後來做那個 附中 附影長嘛 這個問題 我 這個不是 你來批評那個 有的 矛頭直向制度面子弟兵遭批邊罵還邊領18%有失公允 你就會護航不責備轉個方向替蔡英文解圍